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最新一集的突发事件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股市的动向 以及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旨在振兴经济并推动股市反弹 尽管市场反应时有波动 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 这可能是市场强劲反弹的重要契机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尽管已有政策出台 但仍急需更大力度的支持来提升购房者信心,稳定市场 专家们呼吁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 以刺激住房需求,推动市场复苏 此外,我们还将关注越南与中国高铁的接轨项目 投资额高达72亿美元 这无疑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这样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联系 还为中国高铁技术的推广,打开了新的市场 总的来说,中国股市的反弹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 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则需要更多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 突发事件栏目特别节目 经济政策与市场反弹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中国市场和国际经济的最新动态 深度分析背后的政策驱动和市场反应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反弹 这一切都始于中国政府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 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推动经济增长 并重振投资者的信心 具体措施包括降低利率和减税等 这些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 同时,鼓励消费和投资 尽管市场反应不一,但总体趋势向好 尤其是科技和消费品领域表现突出 然而,尽管股市有所回暖 中国房地产市场依旧面临挑战 尽管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措施以稳定市场 但房价依然偏高 而购房者的信心却有所下降 对此,专家呼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诸如提供更多购房补贴及降低首付比例 以刺激市场需求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对稳定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体经济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越南的高铁项目成为了另一焦点 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72亿美元 旨在与中国高铁接轨 这不仅是中越经济合作的重要体现 也为中国的高铁技术和产业打开了新的市场 未来,这条高铁将极大缩短两国间的旅行时间 并促进贸易和文化交流 这样的合作无疑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欧洲 欧洲央行刚刚宣布降息 这是今年内的第三次调整 将存款机制利率从3.5%下调至3.25% 此举旨在提振经济 尤其在当前经济增长前景暗淡之际 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通胀有所回落 但经济活动指标的下滑 使得未来增长充满不确定性 德国制造业的疲软与法国财政整顿 都对欧元区的经济构成了压力 欧洲央行必须在支持经济增长 和防止通胀失控之间找到平衡 对于消费者和企业来说 这一降息决定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有助于提振信心 推动经济复苏 然而 如何在确保经济运转的同时 避免通胀再次失控 将是欧洲央行 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再回到国内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变动 同样引人关注 在最近的一次重磅发布会上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门 宣布了一系列政策 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措施包括通过货币化安置 新增实施 100万套城中村和微旧房改造 以及扩大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 这些政策旨在优化存量 并提高质量 从而稳住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 尽管政策出现成效 市场回暖迹象明显 但房企依然面临挑战 房价回落压力和高库存 使得去库周期长 房企风险大 未来 政策能否继续加码 尤其是在保障房建设 和老旧房产改造升级方面 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综上所述 中国和欧洲的政策动向 极其对市场的影响 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会 中国市场在政策推动下 表现出复苏迹象 而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支持 则为其注入了信心 欧洲央行的降息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 但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 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之际 各国政策的持续发力 将是确保稳定发展的关键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经济动态 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 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哦 最近的经济政策 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呢 首先 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 就像给了股市一瓶红牛 投资者们都在翘首以盼 希望这股反弹 不仅是一场烟花秀 利率下调 减税政策一出台 仿佛对那些在市场波动中 瑟瑟发抖的投资者们说 别怕 我来了 特别是高科技和消费品板块 可能会在这股政策东风下 乘风破浪 向着新高冲刺 不过股市毕竟是个神秘莫测的家伙 我们拭目以待吧 与此同时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有点像是在呼唤重大援军 尽管政府已经甩出了一些旧式的法宝 但这些显然还不够 房价依然高高在上 购房者却信心跌至谷底 这种时候 大家都在呼吁政府加把劲 比如提供购房补贴和降低首付比例 把自己的房屋计划从梦中变成现实 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高攀的 对吧 再看看邻居越南 那可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高铁项目要和中国接轨 投资72亿美元 真是个让人兴奋的消息 想想吧 未来坐着高铁 轻轻松松就从中国蹦跋到越南了 真是方便得不得了 这不仅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心理成碑 也为中国的高铁技术和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大门 眼看着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这种合作无疑是锦上添花 转眼来到欧洲 欧洲央行宣布降息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次冲动了 降息的背后 是经济数据和市场反应的双重夹击 虽然通胀有一点削减的味道 但经济增长却有些微米不振 尤其是德国的制造业 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欧洲央行的降息 希望给经济装上涡轮增压 但如何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不让通胀跑得太快 这可是一道难题 最后 我们得说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政策发布会 也是一场重磅炸弹 多部门一起上阵 宣布了不少新政策 想要稳住这个市场的海上航行 新增一百万套城中村改造 和微旧房改造 简直是要在地图上画个圈圈了 各大券商都是眼光如炬的分析 认为这些政策将为房地产市场 提供不少信心和支持 总的来说 全球经济就像是坐在冲浪板上 时而遇上惊涛骇浪 时而滑行在平静的海面上 无论是中国股市的振奋 房地产市场的呼唤 还是越南高铁的兴奋 与欧洲经济的挑战 这些都在不断交织着 打造出一幅充满活力和挑战的经济图景 未来的道路虽有坎坷 但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 定会有一片广阔的蓝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